近期,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命危的报道,占据着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,并且纷纷猜测金正恩出事的原因。 26日媒体又传出新的说法,有托北朝鲜前官员说,金正恩之所以许久未现身,有可能是他在14日视察非但事射时,发生意外。 据韩媒《东亚日报》报道,负责替朝鲜筹措海外资金的朝鲜劳动党39号市前高官李正浩,针对近期金正恩的行踪之谜进行了分析。 李正浩说,朝鲜在14日所进行的非但事射,在没有金正恩的命令下,是不可能进行事射的,他因此推断金正恩在当天事射的早上7点左右依然健在。 他表示,在14日的试射行动后,便没有金正恩视察的相关报道,依照惯例都会公布的视察照片及发射照片也没有公开,让人怀疑现场出现了突发事故。 由于没有金正恩的批准,朝鲜官媒也不能报道发射飞弹的画面,有见于朝鲜政治体制的这项特点,李正浩推断金正恩很可能是在发射飞弹后陷入严重状态。 朝鲜官媒最后一次报道金正恩的消息,是他4月11日主持会议,4月14日,朝鲜试射飞弹,金正恩罕见再没有出现。 4月15日,他又缺席朝鲜纪念太阳节的重要活动。 自那时起,有关他命危的消息疯传。 4月21起,多家媒体引用美国情报说,金正恩最近接受心血管手术失败,生命垂危,几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CNBC新闻,金正恩即使能保住性命,也可能会残疾,丧失身体活动的能力。 路透社则从三位知情人士那里获悉,北京派遣一个专家医疗小组,为金正恩健康提供咨询。 但是此举并不能立即显示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到了什么地步。 多家媒体22日报道,金正恩在做了心血管手术后状况危急,但这一信息受到北京和韩国官方的质疑,朝鲜媒体对此一直一言不发。 金正恩并未消息爆出后,中共在21日宣布了临近中朝边境地区的中国铁路异动。 在官方的广告中,列出众多停运车刺中,丹东、延吉、浑春等涉潮敏感地区全部在列,边境地区从浑春、丹东到大连,延中朝边境权限受影响。 4月24日,中共铁路审阳局集团在发通告说,自4月28日至5月20日,将临时停运20多趟列车,涉及列车包括位于中朝边境的城市丹东及浑春。 大陆意见作家老灯在推特上转发上述消息并评论道,结合以往中朝边境紧张时的经验,这无疑是中共向中朝边境紧急调军的信号。 老灯说,北京往中朝边境紧急调军,之前至少有三次,一是1994年金日成死后,二是2004年朝鲜龙川大爆炸后,三是金正日死后。 调军的目的,无非是阻挡在朝鲜政权一旦崩溃后,涌向中国的难民朝,在救世为抢禁朝鲜,赶在美韩军队党来前,扶持新的亲中的朝共劳动党政权做准备。 自由亚洲电台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,中共在朝鲜保护金正恩的特工有几千人,主要是防止政变,如果金正恩病故,中共马上会扶持一个人选代替金正恩。 美媒报道,美国政府也制定全面计划,以应对金正恩去世后朝鲜境内可能发生大规模人造危机的情况。